这边树上我又发现了一窝蜜蜂 本来冬天我不应该来搞蜜蜂的 可是这窝蜜蜂我看见别人已经来瞄了好几次 就是在这个树洞 我以前收过一窝 在年前收过一窝 本来冬天不应该来搞的 我看见别人要来搞的话 我不弄走 别人也要弄走 应该是分来不太久 这窝蜜蜂就在这个柳树上 一会戴帽子 我们开稿 搞之前先把这个收封笼挂起来 就挂在这个树上面 今天一样还是采用这个纸板来搞蜜蜂 火点好后我们开始来地泡 熏它一下 这柳树是比较空 就在上面 熏一下的话 伸手进气化可以把蜜蜂抓出来 时间差不多了 熏了三分钟了 我伸手进去摸一下这个蜜蜂 在什么位置 我已经摸到蜜蜂了 应该还可以 这个蜜蜂 来抓到一坨 就这样 慢慢把它放进一个收封里面 让蜜蜂慢慢爬 继续在掏蜜蜂 草笔是拿不出来的 也做的不多 我摸了一下一点点 凉小皮小的 尽量先把蜜蜂抓出来 因为蜜蜂刚分来的话 它包的一坨 这个草笔做的不多 很好抓的 这一摸到蜜蜂 有点往上转移了 要搞一点出来 在抓蜜蜂的时候要轻巧一点 不要把它弄痛了 痛的话它就要遮你手 这一会儿蜜蜂往上转移了 我用这个盐再熏它一会儿 把它熏出来一些 熏出来的话 它有点飞起来的话 它就看见这个收封笼 它就在收封笼里面进去了 已经出来好多了 熏完一块质板已经出来好多了 我拿手电看一下里面是什么个情况 已经出来了三分之二了 王还在里面没有出来的 翅膀好像在灭了 继续给它点火 继续干 麻烦朋友们帮我长按点赞两秒 触发强烈特效一下 谢谢大家 因为它呆的比较深 呆的位置比较深 所以手要伸到里面去 才能很好地把它搞出来 哎呀哎呀 扎我了 挤到它屁股了 给我扎一针手臂 不过没事 早已习惯被蜜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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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哇好 这里面得多深哟 它完全转移到上面去了 坚持一小会儿 我要拿手电这个光线把这个蜂蜂蜂勾引出来 秦贼先秦王嘛 不把蜂蜂搞出来事不罢休 我都感觉这个蜜蜂哗啦哗啦哗啦往我手上掉 砸到我手了 有点坚持不住了 卧槽 割着我胳膊好痛啊 呵呵 这个蜜蜂哗啦哗啦往下掉 你看我手臂上爬那么多 这个蜜蜂还没出来呀 什么鬼呀 这么紧得住鎬 嘿嘿 好像有点不对呦 这个蜜蜂好像一直往外钻了 古今个蜂已经快出来了 我瞄瞄看 应该在这附近好像出来了 因为这个蜜蜂动向不对了 我看这个蜂在哪个地方呀 这蜂起飞了 落在这里了我刚刚看见 这个蜂蜂好妥协哦 它不进一封收蜂笼里面去 它跑到外面来了 这些蜜蜂全部歇在外面 这样有点麻烦了 哎这蜂跑上来了 我逮住它了 这次是只老蜂 蜜蜂可以 蜂不怎么行 把它放到收蜂里面去 这蜂蜂不听话呀 里面的好好不呆 非要在外面包着 又我还得弄这些蜜蜂 搞点个叶子 把这个门口堵一下 慢慢抓蜂吧 就这样一把一把往里抓吧 费点功夫 不听话就是麻烦呀